台北居大不易 年轻人想要有个落脚处 现在有了新的选项 近来台北吹起 共居风潮 这种共居不同于一般的单人套房 或雅房的出租形式 而是以床为单位 而且几乎都是上下铺 感觉好像重回大学的宿舍生活 也就是租房的单位 不再是房间 而是以床位来计算的 但要和陌生人共住一个房间 势必得牺牲很多私人空间 不过好处除了租金比较便宜之外 房客还可以享受舒适开阔的公共空间 不管是客厅 厨房 阳台 或是浴室等等 该有的家具 家电设备一应俱全 让这些北漂打听的年轻人 租来的不只是睡觉的地方 而是一种生活 更是家的感觉 带您实际走一趟 嗨 欢迎入住 欢迎入住 早餐就是只有八分裹奖 就这样接受 八分裹奖 很简单 就像家人一样 我在厨房吃饭聊天 但其实他们本来都不认识 大家工作是指派一样 有些人是公务员 有些人是一般上班族 然后有些是服务员 所以这七点到十点之间 都有人陆续会回来 然后就大家就一起 大家到最后可能十点多 十一点之后 就是会在客厅去聊天吃东西 可以可以 之类的 偶尔偶尔 不是每天 没有每天 下班后回到租屋处 舒适宽敞的大客厅 带点时尚工业风设计的开放厨房 一张大桌子让住在这儿的北漂青年们 有了归属感 我们最常就是在这边煮饭 然后谈生事情 不然就是喝酒 这个工作是厨师 分享吧 因为我喜欢分享这些食物给每个人 然后怎么讲 我想要让人更了解料理这种东西 来这边住一年了 一年左右 住得还不错 然后工作也还不错 然后有厨厨房 有冰箱 有烤箱 有咖啡机 对来说是很方便的事情 这个方便可要有所准备 因为回到房间 就像时光倒转 重回大学时代的宿舍生活 但你的室友不是同学 不是朋友 而是陌生人 哈喽 这是我们的房间 然后这是我的床 床包跟保洁垫 然后枕头 跟棉被都会淫衣不足 就一个人有一个这样的大衣柜 对 那其实因为刚好北上生活 其实也不会 刚开始也不会带太多衣衣 那我觉得这样子也算还蛮足够的 台北租圈进来吹起这种共居风潮 出租的是像这样的一张小小床位 但房间内的衣柜 书桌等家具设备 全都准备妥当 让你一卡皮箱就能入住 每个房间都有一个穿衣镜 对 所以出去就可以这样子 而且是全身的 我觉得很好 然后有时候刚开始不熟的时候害羞 然后谁就拉在帘子里面 换内衣什么的都没有 那后来熟的话 就是穿内裤走来走去的 由于双北房租不断上涨 根据租网资料显示 台北单人套房 平均租金落在一万一到一万六之间 而没有卫浴设备的雅房 租金则为六千五到八千元不等 但不管套房雅房 都是走进房间就是床 而共居公寓平均一个床位 万元有找 租金还包含水电瓦斯 网路管理费 成了北上打拼的年轻人 编织台北梦的另一个选项 人家一起住 分享这个空间 虽然空间小 可是其他的生活机能是比较好的 是本身做设计的 所以其实对环境的要求 其实是还蛮要求的 所以我会觉得 这样好像赚到了 我住了一年多吧 其实有时候 也会想要有自己的空间 那可是因为也相处久了 其实你要我脱离这个地方 其实还是会有点舍不得 因为来台北这边 都没有自己的生活圈 然后来这边就开始建立 自己的生活圈 那你在看什么 我还在看 你想看 我要看那个 最近有什么新歌 没有交集的人们 因为住在一起产生连结 或许对他们而言 他们乘租的 不只是睡觉的地方 而是生活更是另一个家 所以我一开始做 我会去把公共空间 去把它拉得很大 希望他们可以出来 回来都真的回来 就是像家人一样 你会发现 他怎么会今天比较晚回来 大家都会发现 所以就会去关心 或是说回来 回来 那个眼眶是红的 因为都知道 受委屈 或是什么的 那种关心 其实是一般在外租屋的环境 所没有的 创新的共居模式 有别于以往的传统租屋方式 是由年轻专业的经营团队 协助房东进行老屋改造 到时候这鞋柜 那个里面的成板要多 所以女生这样空间是不太够的 是刚刚好 勉强 是刚刚好 这里大概抓了有十五个人 都住在这里 所以公共空间它要够大 除了空间规划 经营团队更坚持永续环保 融入设计美学 把生活品质还给年轻人 方式刚盖好的大门 你看 有没有 你看 现在也没有人在做这样的大门 那甚至我在设计上 你看它这 你看它历经了多少人 用了多少锁 所以我还会再给它 加一些锁上去 就整排的锁 就不知道到底要开哪一个 就是一个有趣的设计 可是这个门 我是一定会去给它保留 在以最少破坏 及轻装潢的概念下 将五十年老宅 改造成小清新的北欧风 温暖舒服的公共空间 拉近了都市人的无形距离 日本也早在我们 差不多一两年前 也开始有这样的一种生活模式 我觉得我们台湾的国情 是比较多元 年轻人的接受度是比较高的 台湾社会还是会 还是有一群对他们 是比较友善的人 希望他们可以在这个城市 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对台湾还是要有点希望 台北居大不易 共居服务模式的窜起 正由下而上 唤起一场对于居住正义的 温柔改革 期待 嘉宾 ci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